要说谁是中国踢拳与量级最强王者 我会毫不犹豫的告诉你他的名字 那就是坦克邱剑良 擅长传统武术级和自由搏击打法 拳 腿 吸 十分全面 由位及时力和拳伤为一体的顶尖高手 尤其是他的绝招神龙百尾 对手只要挨上一脚 无一例外非死即伤 他也凭借这一绝招杀穿各路高手 成功登顶世界第一的王者宝座 可偏偏还是由老外表示不服气 非要和邱剑良一决高下 这位来自泰国的国宝级拳王肯木 他曾获得嘉南龙拳场冠军 S1皇后杯冠军 WMC世界冠军 WBC泰拳世界冠军 MTIA泰拳世界冠军 泰国154磅泰拳冠军等称号 是国际上公认的泰拳王 且对华保持不败 这个背负了要为自己兄弟复仇的这个责任 这要说到2014年的 马克宝一泰了 那个时候呢 这个肯木赛克东两个人是领先出战 当时是邱剑良干掉了赛克东 比赛铃声敲响 两人上来都打得比较谨慎 从两人的体型上来看 肯木的臂展比邱剑良更长 因此他选择主动进攻 而邱剑良则是稳扎稳打 通过灵活的步伐移动来控制距离 像我们这个万民洋的CEO 我们的这个勇士系列赛的赛事总监 郭忍农先生所说的 是两个排行 一个press combat 目前是给到邱剑良是世界第三 那Liverk给到了第二 其实这个都不重要 邱剑良马上要挑战目前的公认第一 搞fair test 这个听起来还是我们在2017年 非常期待的一场比赛 是的 邱剑良是一个很擅长 用脑子打比赛的选手 擅长切线性的进攻 也就是从他的角度 画一个三角形 他擅长绕着这个三角形的两个边 对对方进行切线式的打法 是 所以说呢 邱剑良一直是 这个大家非常喜欢 除了这个 我们书记得这种惨客的 这种素式打法之外 更多的是他在场上 是一个非常会用脑子打拳的 这样一个选手 没错 作为KIM 我们看到这个KIM的技巧 一直都是这种 朴实无滑的这种技巧 但是非常的有效率 他曾经赢过 花招前方擅拆 皮铁狗狗消杀 而且两胜的他比较平坦 还是 邱剑良的反应速度很快 面对KIM的高扫腿 他总是能够及时地躲闪 随着比赛的深入 邱剑良在近距离 进行拳法输出 打在KIM的身上 啪啪作响 尤其是几记鸡肋拳 给KIM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比赛的对于两位来说的都是很期待一球的比赛 尤其对于什么来说 刚才其实在短片当中也说到了 三次的机会都没有遇上 对 KIM一直从2014年就想跟邱雅良打了一场 其实等到了2016年 那么这场比赛也是双方的一个多年心愿达成的这样一场比赛 就在两人分开的瞬间 邱剑良一记是大力城的神龙白尾突然杀出 直接踹在了肯姆的肋骨部位 当即将其KO在了擂台上 这位来自德国的拳王肯姆罗宾 他是德国冠军金腰带持有者 职业战绩55战53胜50KO 是德国排名第一的存在 来到中国以后 击败了我国众多的搏击名将 从来没有输过 而且根本没有将邱剑良放在眼里 邱剑良 听说你的腿法很厉害 别人都说你很厉害 那是因为大家没有见过我的腿法 我曾直接将对手的小腿踢骨折 这一次你的下场也不会例外 等着被担架抬下场吧 面对气焰嚣张的肯姆罗宾 邱剑良当即决定出手教训他 就让我们查按点赞三秒 一起为邱剑良加油助威吧 比赛铃声敲响 肯姆罗宾一上来就非常的激进 不断朝着邱剑良逼近 邱剑良不慌不忙 以灵活的步伐牵制对手 就在此时 邱剑良的绝招神龙百尾突然杀出 虽然没有对肯姆罗宾造成重创 但依旧惊出了他一身的冷汗 他本人是做泰拳选手的 但是在这个自由搏击的比赛中呢 他认为这个泰拳和自由搏击 更像白酒和红酒啊 大同小异 因人而异各取所趋 整个球斗啊 他希望能探寻到自己独特的 具有泰拳风格的自由搏击风格 对 目前这个阶段呢 呃 邱剑良已经到了剑三不四三的阶段 因为他要把他一个比较复杂的技巧 慢慢修正 万普归真 现在在整个的这个极面压制上 还是这个德国的选手在压制着 邱剑良 因为在这个擂台上呢 我们看邱剑良一直在绕着这个红圈在移动 当然这也是一种战术 他会左移右移 有机会 相对从这个维度来看的 应该是对方比邱剑良要打一圈 而且身高也比邱剑良要打 对 都是一小 一小博大啊 也就是说邱剑良在减重的时候呢 可能是对方的减重更多 对方的减重 对方家有经验 好 这个看到 能够选手 啊有 entitled 高来高去 好 这个看到 能够选手 可以 哎呦 这装房啊 好 帮啊 人帮啊 好 帮啊 能够高来高去 明显的这种严守和动作 这是他泰拳的一部分一技 但是刚才在这一套组合呢 又是自由国际分割非常地明显 然后罗宾也盯到了最后一技能的技巧 罗宾刚才有用膝盖啊 就顶这个修建娘的技巧 四人类其实罗宾他的这个 绝对力量包括重机能力 应该是修建娘要强起来 但是还没有发威 这位选手的这个战绩非常平均啊 可以看出来 邱建娘的打法非常灵活 组合拳 神龙百尾轮番上阵 完全就是将肯姆罗宾当成了人肉把子 动作行云流水 让人赏心悦目 面对邱建娘强大的攻击力 肯姆罗宾也撑不住了 当即学着邱建娘来了一招神龙百尾 你拳法而言啊 这个邱建娘就发力就得起点了 对 出来邱建娘拳上去 漂亮 连击 邱建娘比上一回我们见到他 这个准备得更充分 走着的动质更强 上路 邱建娘拿下来了 另外要向您 另外要向您播报的是呢 我们大队F男子功夫王者十六人战呢 马上就出现最后一个指标了 在三月四月五月三个月的比赛中的江东台杨卓 徐奇都拿到了入场线 在这场比赛呢 会由来自白俄罗斯的安德烈古拉斌 对战我们的铁银花 现在看起来 那刚会看到邱建娘那个高扫 就有点像晃上去的感觉 这样的话对于啊 罗宾的攻击力 和复买力有点不足 可以看到整个邱建娘在际上有一个人的斗志啊 哇 这个人几乎 你看这个这个 够杀 这 真的败 真的败 比赛来到第二回合 肯姆·罗宾加强了自己的移动步伐 试图和邱建良拼速度 结果还不等他启动起来 脑袋就狠狠地挨了邱建良一拳 这就是世界第一的实力 在今天的比赛里的这种碾压式的打击 依然是非常的明显 邱建良出这个低扫砍踢的时候要注意 啊 上海料踢 邱建良 我个人建议你不要做太多的傻宝动作 因为在转身 旋风 满空这三种动作里面呢 你在实施动作的同时你是没有办法看到对手 并且很容易被对方阵队 随着比赛的深入 邱建良的状态越来越放松 完全掌控了比赛的节奏 他就像是一头正在掠实的迅猛龙 时不时的给肯姆·罗宾来一拳 肯姆·罗宾被打的只有招架之功 情急之下的他 再一次来了一招神龙摆尾 结果又摔了个屁股蹲 实在是太尴尬了 罗宾 罗宾 罗宾的膝盖 他也已经这一次是招架的膝盖 就顶 然后顶这个罗宾的一个进鞋 可以说邱建良现在已经把这个气势整根打出来了 如果罗宾不打出重击或者改变邱建良的节奏 他邱建良呢一直这样保持他 可以是一个背心啊 双背心 帅老师您看这个罗宾把目前的阵脚压得很稳 但是他没有太多的这种有效打击 他应该在哪些方面对邱建良进行打击 如果邱建良玩的话就做西级 他也没有做 他抱完就等裁判来 哎 这个好 你看就顶顶顶进去 然后就没有手动作 邱建良这个高贝导师也有个特点 他把那个上身后仰的非常严重 我们现在 力量啊贯穿不受 好 好 这个飞膝啊 其实往前顶的力量 然后这个罗宾呢 就是有点比较爽宝 近身了之后 但是没有攻击 一方面罗宾在这个身高臂场上比邱建良高 那邱建良打进去以后呢 对罗宾就努力了 对 他只是想自己送过去啊 给这个邱建良打 如果是邱建良啊 如果说我们前面看到的吉祥啊 包括铁英华是自由搏击的这种力气进攻 那么邱建良就是把泰拳演绎到极致的自由搏击的 力气进攻的一个非常出色的表现 现在对力量跟四肢为做的非常 特别是把泰拳这种硬打的非常的出色 对 而且是一个比较现代化的一个泰拳 好 第二回合 邱建良依然是保持这个优势 对啊 当你说啊 如果邱建良在面对第三回合 如果罗宾就开始进入定期的这种环境 那邱建良 邱建良还是比较危险的 但是我看不出来就是罗宾测试 好多不想再进攻 我靠就走过去给邱建良打 有一些气馁 而且整个在这种攻击频率和密度上 是赶不上邱建良啊 他 差很多啊 差很多 要靠开心就不足了 一 高 这个高少 这个还要在胸腿底下降 后仰的太严重了 这个力量就没有了 对 这种任意不够啊 背心也没顶到啊 这部分优势的标球比较严苛一点 对 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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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双方进入第三回合 也就是双方的最终回合 邱建良依然在这一回合能保证自己 继续这种攻势如潮的打击呢 那将表现的非常出色 将成为今天晚上最出色的一场比赛之一 但是我们也知道 坑姆罗宾也拿到了一条冠军的金腰带 这位选手虽然胜负参半 但是一直以这个稳健著称啊 对 然后牙套牙套啊 还是整个心里已经被这个 乱了乱了 3 5 看坑姆罗宾 看坑姆罗宾还有没有要这种重击 邱建良的机会 比赛来到第三回合 邱建良继续加强自己的输出强度 肯姆罗宾也被打起眼了 他急切地想要搬回自己的劣势 多次想要组织反攻 但很快就被邱建良给压制了回来 不成功变成人 哎 骨头高啊 罗宾呢这个打起密度明显没有邱建良大 邱建良就像在用这个小刀一刀一刀 在割这个坑姆罗宾的肉一样 小刺刀啊 刺激身体里面啊 不是只有割表皮腰 哎 没错 伤到内脏啊 邱建良今天状态调整的真的是非常的好 在中国国内67公斤级这个比赛的这个级别里呢 我相信邱建良已经拿到了自己的一系之地 并且向最强的那个方向那个高峰在冲刺 他过去 他随时减了 好 谢谢 随着时间的流逝 邱建良已经完全掌控比赛了 就在肯姆罗宾输货间 邱建良一击扫腿攻击肯姆罗宾的下盘 踢得对方一个亮呛 紧接着又是一击神龙白尾直奔对方的头部 直接将肯姆罗宾击晕在擂台上 邱建良以KO的方式获胜 这位来自泰国的拳王苏萨控 他练习泰拳多年 经验丰富 而这一次他的目的也很明确 就是在擂台上终结邱建良 证明他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 好 观众朋友我们现在看到这场比赛呢 是一场余量级的排位赛 来自大东翔的邱建良 对阵来自燃龙俱乐部的 比赛铃声敲响 两人未经试探直接开战 苏萨控利用腿法主动进攻 低扫 高扫接连不断 我们看到邱建良也是这个级别 中国自由国际排名最高的选手 是目前排在世界第二 邱建良一直想挑战的是 目前世界第一的这个考菲尔泰斯 但是目前考菲尔泰斯一直没有应战 对 现在很多人都想挑战邱建良 以提高自己在国际上的排名 这场比赛呢 对我们来说呢 应该也有着很多的期待 邱建良则是使用腿法压制对手 先是转身后登和对手拉开距离 然后近身和对手听拳法 苏萨控被邱建良打乱了阵脚 就在此时 邱建良一记跳膝突然杀出 直接将苏萨控击到独秒 苏萨控 站起来了 我刚才的这个膝盖真利索啊 非常地突然 发力果决 打击精准有效 苏萨控是一个很擅长思辨的选手 又要进入内围了 我们看 试验 掌之前摆 眼帮扫一个 小眼镜打波 上钩 平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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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遏制住了对手 就是贴近距离 漂亮 对方的后手拳一进中了 跟着达佛 达佛控一下平高 要发力了 转身的边权 转身边权漂亮 这个真是行云流水啊 这个打法 教科书式的打法 很漂亮 看来秦建良也做好了 应对任何选手的准备 苏萨控在前面的比赛中 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战胜了不少中国选手 目前在GOH 我们的Gloria of Heroes的比赛里面 是一战一胜 平高上高 秦建良 很多的 这种变现的打法 是 这个让对手呢 根本没有办法去适应或者是预判 而且我觉得是专门针对了 泰拳的这种躯壁防守 是从你躯壁的这个空间里 钻进去的拳法 这属于扼住了对手的这个 卖门的这样一个位置 是 让你非常的难受 秦建良本人是这个泰拳出身的选手 对 他也是中国这个泰拳 中国式泰拳的这种前面的探索者 我们看他也找到了一套 这个针对这个泰式泰拳的一套方式 对 秦建良在第一回合当中这个打法呢 可以让很多的这个选手 在对人太过选手的时候 拿来作为借钱的方式 我们看直接进入近距离 然后用不限的拳法进行进攻 第一回合秦建良就拿到了一个8秒 对 刚才在第一回合当中的这个飞机啊 特别的精彩 好 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 啊 又进到超级距离 哦 这个平攻权邱建良重了 比赛来到第二回合 苏萨控转换战术与邱建良拼拳 虽然他拼尽全力输出 但进攻效率仍不如邱建良 邱建良继续用腿法克制对手 一记挂踢踢到对手头部 紧接着转身后登跟到对手肚子 随后又是一记勾踢扫倒对手 相应的形容词 对 觉得挂踢 羚羊挂脚 真的是这样的一个动作 这是不是什么弹体有运降的 状态这些图居的 都要求运动员这个场上 这个要求运动员在场上 必须有清晰的头脑和急速的判断 上钢 刚才如果不是抱在一起 对方就可能倒地了 邱建良确实在场上 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运动员 苏建良的回复能力也很好 是 刚才那个上钢拳很重的 而且这第二回合上来 苏建良很明显 也要用这种方式和邱建良对攻 这也是选手的一种精神 也很提倡这样的一个精神 双手孤颈是不允许的 摸抱也是不允许的 达佛打个上钢 漂亮 苏建良 又中了两下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是非常热情的 再为邱建良加油 苏建良 苏建良心里憋气 想打回来 但邱建良一动巧妙 苏建良根本打不到 在邱建良再次使出挂踢时 苏萨控直接情绪失控 也不顾观赏性了 直接双手称递也使出一记挂踢 这下邱建良笑了 对手已经急了 这比赛就变得特别好 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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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建良联系了 放 就在比赛临近尾声的时候 邱建良抓住时机 一记惊觉的转身后摆突然杀出 一招KO苏萨控赢得比赛 来了 恭喜邱建良 我相信这个也应该是邱建良 又一次给观众留给的一个经典的画面 没错 我们应该还记得 在勇士荣耀去年的最后一场比赛里 一个转身的后动击败肯姆 邱建良这一次用转身的主法击败了对方 邱建良的神龙白尾太精彩了 可谓是寂静四座 大家觉得邱建良的实力如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格斗的朋友给个三连载走飞